男星高以祥27日传出凌晨在录制体能节目时 跑步突然晕倒,心脏骤停3分钟 现场施行CPR10分钟后送医 经过3小时抢救人宣告不治 享年35岁 模特儿出身的高以祥 体态维持良好 年纪又轻 实在让人难以将他和心脏疾病做连结 对此听听心血管张科医师怎么说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阳明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阳明院区心脏科主任江硕如江医师 基本上会这种突然的猝死 忽然心脏的停止 绝大多数是一个叫做心事平脉的心律不整 心事平脉这种是很严重的心律不整 等于是心事没有正常在收缩的状况下 那这个心事如果平脉没有赶快急救电击的话 他很快就变成心事战动 那心事战动就是说我们心事是在 我们大家知道说心脏会有心凡跟心事嘛 那心事收缩会打到全身去 那心事在战动在抖动的状况下 他等于是没有在收缩 那没有收缩的时候心的输出量是零 那心事输出量是零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他人就没有血液 没有血液就人就会晕倒 那这时候没有再继续电击的时候 那很快心脏就会停止 会将心脏猝死大概几大原因 那大概就是以冠状动脉心脏病 就是血管我们所谓心肌梗塞 血管阻塞是一大原因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心脏本身有原发性的心律不整 就是说他本身的心脏电流有问题 心脏本身有问题 肌肉的问题也好 然后这个半膜有问题也好 或者是他的病人本身有这种遗传性的 我们所谓的电磁离子 纳甲离子通道的那个本身的异常 基因的变异 本身的这个有那个这方面的问题 然后这方面的问题会导致 会自己会心律不整会乱跳 然后就最后心脏的停止 那基本上以那个冠状动脉心脏病来讲 大概大部分以那个男性45岁以上 女性55岁以上 或者三高属群是比较多啦 那以这个我们这个案例来讲的话 他只有30多岁 所以基本上冠状动脉心脏病的比例是 他的那个可能性是比较不那么高啦 那虽然是说现在的那个 那个心肌梗塞的族群已经降低了 但是以他的年纪又是比较瘦 比较高 然后又健壮 基本上冠状动脉的可能性比较不高 比较会年轻人的这种处子 会比较考虑到 刚刚后者提到的 是不是先天性的那个心肌有病变 或者是有先天性的基因的问题 或者有心律不整 单纯原发性的这种心事平脉 这种心事颤动的这种问题 为他主要的原因 那低血糖他也是会太低的时候 他人也是会昏迷啦 但是不至于说会到这种 严重的心律不整的这种状况 基本上跑步的时候他是 我们知道跑步的时候心跳是快速的状况下 那心脏是在那个剧烈的收缩的状况下 然后这时候如果在跑步 尤其他这个是开始是在录影的节目 录影节目可能一到压力 肾脏线素上升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在跑步的状况下 如果他心脏本身 重点还是本身有问题 那本身有问题的状况下 这个他在那个跑步 肾脏线有压力的情形 那可能就会把这个原本的这种 心理不整的问题会把它诱发出来 在发生前大部分是说 会有一些心脏会异常的跳动 胸口会不舒服 然后会胸闷 然后如果再接下去的话 可能就是说因为他心脏输出量不够 会头晕目眩头晕 眼前发黑的症状 如果在没有在及时处理的时候 没有好好来治疗处理的时候 或送医救折的时候 可能就会晕倒 我是建议一般的人如果说 当然是平常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 高血压高血脂 生活方式这些 要自己要注意定期的健康检查 那如果说还有那个 要了解一下自己的家族史 如果父母兄弟姐妹 然后有没有这种家族 这种心脏疾病 或是猝死的这种 那个忽然倒下去的这种家族史 如果有的话就要提高警觉 去做一些健康检查 然后健康检查 我个人会建议是说可以做一些 比较像例如像运动心电图 运动心电图可以做一些基本的筛选 例如说像这个罐动动脉如果有阻塞 运动心电图也可能会出现异常 如果心率不整 它在跑步的状况下 就如这个案例来讲 它在运动状况下诱发这种心率不整 我们在运动心电图状况下 在中间在跑步的时候 我们等于是跑到极限的时候 去看看有没有 有没有诱发出可能的心率不整 可以来做一些基本的筛选 我们以心脏的急救来讲 我们是以分秒来算的 分秒必争 因为就是说 我们大家知道说心脏 如果心脏没有有效的收缩 脑部如果没有足够的血液 5分钟大概脑部就会有不可逆的伤害了 你就算救回来 脑部也是缺氧 甚至植物人的情形 就会有些受伤的状况 所以其实心脏就是要以快急救 来及早CPR 甚至我们现在所提倡的说及早电击 要有能够如果这种心率不整了 倒下去了赶快及早电击 所以我们现在政府在到处提倡 这个体外自动去战器 所谓的AED 我们现在在很多车站 捷运车站或机场 或者是在健身房都广设自动AED 自动体外电击器 这个是很容易操作的 然后就是说倒下去 我们尽早电击 就可以刚才抢救生物 第一个还是先CPR 先CPR 那先以那个抢时间 先压 先压胸为主 那下一边压胸一边赶快要 那个call help 赶快寻求资源帮忙 那资源帮忙包括要 call这个医院的救护车 那二方面赶快要请旁边的人寻找 有没有AED可以做 做急救啦电击啦 那三方面这个因为压 持续的压其实是需要体力的 需要交替 需要交替能够让这个 持续一直压到他心跳回来为止 BLS就是那个基本的那个 急救的那个技能 基础救命 基本对 对 就basic的那个基本的急救 这个在我们是建议是说一般的民众 如果可以去学 我们可以来倡导来学习这方面的基本 这是教我们如何做CPR的方式 压胸 如何压胸 然后那个如何正确的做一些急救 基本使用这个AED的这个 这个操作这个AED的机器 当然是说如果五分钟以上的话 如果没有没有赶快进行急救的话 他就会随着心事平脉 今天会变成心事战动 如果再没有再及时急救 他可能心脏就会停止了 好我们那个 第一个图A图是我们正常人的 心电图的状况 我们正常搜桌跟书章 那个心电图传导 轻心 这个这一跳就是不正常的 我们所谓的心率不整 那正常人也会有 那第二个图就是说 当连续三跳的这个心率不整的时候 多少少 我们每个人多少有心悸紧张 压力的时候就会有这种心率不整 这两个图基本上还算是正常 可是今天如果说心脏本身有问题 就像今天这个案例 他如果一发作起来 他一直跳跳不停 我们就是所谓心事的那个 品脉就像这种情形 那这种情形的时候 大概人就会晕倒啦 那个血压会降低 那个头晕目眩 他就会跌倒 这种情形 如果这个没有赶快及时的 电极或是CPR的话 这时候很快的就会进入 就叫我们所谓的心事颤动 那心事颤动 等于是心脏是在抖动的状况下 它并没有在收缩 然后这个当然就心脏是没有输出量 那脑部就会开始受缺氧受损 那这时候如果这没有在急救 那可能就会变一条线 如果像这种心事平脉 像这种情形 如果叫我们赶快要及时要电极 那这是我们专业在医院里面电极的 那因为这个医院电极 我们大家都以为说这个是 好像是专业人士啊 或者是医生或医疗人员在处理的 那事实上其实等到病人送到医院来 其实都太慢了 我们刚刚提到说是分秒逼增 这就是所谓的AED的情形 那我们很简单 它只要贴上两个贴片 那自动它那个自动会 那个它判读会有机器帮你判读 然后我们就征照它的指示 然后按电的时候我们就电 那其实我们这个case 我们可以知道说 这个人的生命是很脆弱的 然后这是要好好的去爱护自己 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那就是说平常要多做 要做规则规定期的健康检查 那如果说这个要 那个定期的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 然后要规律的生活 如果发生发觉得自己有身体不适的话 要赶快尽早就医 那如果像这种 如果年轻的不要认为说自己 身体很健康还年轻 那我们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的状况 然后那个如果说刚刚提到说 本身有家族死 有那个心率不整的情形 那或者是那个高风险群 或者说自己本身有胸闷心悸 不舒服有晕倒 这种情形要尽早就医 那把问题找出来 避免它再发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